到冀中军区后 熊大枕的才干深得吕正操赏试 三个月后 他就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 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 他同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 开展裂性炸药 地雷 雷管等研制工作 还研究安装短博通讯工具 为了获取更多资源 不久 熊大枕悄悄寻求叶启孙的帮助 在叶的协助下 他周围很快聚集了 一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 并获得关键军用物资 几种根据地的炸药厂不断壮大 到后来竟建成了 一座拥有两千多工人 能制造大批量地雷 手榴弹 服装子弹和制弹筒弹 还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手榴弹和制弹筒有大型兵工厂 caso, 你只能拥寻